被轮奸了 还要圣赞印度是个伟大的国家 这位西班牙网红是被洗脑了吗 还是他真的求人得人了 最近印度可有个大新闻啊 一位30多岁的巴西西班牙女网红呢 和自己的丈夫到印度去旅游 一开始他觉得印度是个很美丽的国家 他还看了太极灵 后来在野外露宿的时候呢 哎 发生问题了 有七个印度人闯入了他们的帐篷之内 而且惨无人道的对他进行了轮奸 长达四个多小时 还逼迫他丈夫观看 还殴打他们夫妇俩 最终还抢劫了他们的财物 这样让人发指的行为 这位女网红马上就上网揭发出来 她本人还有个几十万的粉丝 所以一时激起千层浪啊 连西班牙驻印度的大使馆都出动了 在他们的协调之下呢 这位女网红被转移到了当地一所还不错的医院 因为有人告诉他 你们得赶快走 你们如果停留在不安全的地方 说不准 你们是会被杀人灭口的 以往这种情况多次发生过 当然由于这则新闻传播的非常快 西班牙都已经给本国国民下旅游警告了 告诉大家女性到印度去旅游 你是要小心的 看到本国发生这样的丑闻 印度政府也坐不住了 他们迅速的去抚慰这对夫妇 拿出了一百万卢比作为补偿 一百万卢比多少钱呢 大概就是一万欧元出头 七八万人民币的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拿了人家的钱手软 离开印度之前呢 这对夫妇还发文 圣赞啊 印度是个很文明的国家 他们说虽然他们在印度遭遇到了这样的不幸事件 但是这并不代表印度都是坏人 也并不代表印度没有好人 所以离开印度的时候 他们还是表示很欣慰的 这我就有点搞不懂了 被七个人轮奸呀 四个多小时啊 到目前为止 根本还没有把所有的凶手捉拿归案 也没有对他们进行法律的严惩 更关键的是 最开始他们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发视频的时候 被印度警方强令着要把这个视频删掉啊 那怎么 印度政府给个一百万卢比 几万人民币就收买他们了吗 或者我有时候觉得西方有些人是不是太圣母心泛滥了呢 是 我们承认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坏人 任何一个国家坏人的比例都是占很小的 只不过这个比例是不是在印度太高了呢 因为长久以来我们都知道印度就是一个禽兽般的国家 在印度各种各样的强奸轮奸是时有发生的 而且印度官方印度警方是很不给力的 有的时候甚至警察都要去分一杯羹 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呀 印度国内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根本都引不起媒体的兴趣 所以好不容易有一个外国人在印度强奸了 这则新闻才传的特别的广 本来是不是要利用这样一个契机 好好的要求一下印度政府啊 你真得拿出气力来整治这桩事了 另外一方面你们收了钱高高兴兴的回到西班牙了 可你把多少危险留了下来呀 以后其他的外国游客会不会觉得 哦在印度发生这样的事件是偶发事件 你看人家当事人都不咋追究了 当事人都盛赞印度是个伟大而文明的国家了 那么以后女性尤其是单身女性 是不是可以随便的到印度去旅游呢 下一次再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 这对西班牙夫妇 你们对印度的赞美是不是也是帮凶啊